行里的人很多人说哎呀那东西买那么贵不值啊什么这都是很酸的感觉 那么对于拍卖公司的感觉它就比较复杂就是拍卖公司的感觉呢 是苦中带有甜酸 苦是什么呢拍卖公司说两头催账啊一开始是 这个想办法找东西然后卖完东西就得想办法让人付钱 付了钱再把主要的钱给了卖家所以 拍卖行是苦中作乐那所谓它是甜酸或者酸甜呢 是它既有酸不溜溜的感觉说我们这么多人费了那个劲 卖了这么大一个价钱主要获利者是委托方啊 那甜呢还是因为拍卖公司呢空手套白狼啊 就是不拿钱只拿东西两头赚钱天下没这么好的买卖 那后来我就对这个这个就我也好奇啊 我也八卦呀我就打听呗打听了人家说这故事倒是听着挺动青 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 说这故事就是有点影子一路瞎编一路润色最后弄假成真 然后呢你弄假成真大家就宁肯信信这真的就这假真不是真真啊 那我们再说啊就这个拍卖中呢到底有没有真事 有真事太有真事了啊有的记录很清楚啊 比如2014年的时候还是苏比春拍的日本古董商 版本武郎就藏了一个定谣花花的一个巴棱的大碗 这碗卖了多少钱呢你听着有点晕啊 他卖了14680万港币 14680万港币 那巨大的数字当时这个价钱仅次于那个乳窑成交啊 成交的那块乳窑的这个高股瓷器 在高股瓷器中那其他的像官窑戈窑军窑都抵不上他 那么那这个碗就说呢版本武郎哪来的肯定不是版本武郎烧的呀 1971年的时候啊 1971年我们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啊 1971年我要回想我呢 我1971年刚从东北回来 那年我16岁在家里游荡着准备当兵啊 那个年头啊 这个版本武郎 在伦敦的苏比啊 是以4.9万英镑 差一点不到啊 5万英镑 够得 5万英镑 你今儿听着说5万英镑 英镑不就合10块钱吗 那就50万 50万不贵啊 你知道 这个40多年前 这5万英镑是天文数字啊 那时候我觉得国家让银行拿出5万英镑都很难 因为当时拍卖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明代的成化的一个斗彩鸡钢杯 我们讲过鸡钢杯吧 卖了218吧 当时那鸡钢杯才卖1.4万英镑 就换句话说 版本武郎买的这个这个碗 差不多能买4个这个斗彩鸡钢杯 可见这几十年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一个变化 和审美趋势的变化 早年的审美啊 就是在几十年前国际上的对于艺术品的审美 都是高规格的 高品位的审美 这些年因为土材助越来越多 所以土豪去买东西 他是凭直观买 他看着那东西简单漂亮 喜欢简单漂亮 所以呢 这些年的国际市场最漂亮的东西啊 就是俗称最漂亮的 就百姓们能看懂的这种漂亮的东西呢 都会卖的很贵 中国古代的这五大名谣啊 就如官歌军定啊 这个 这四大名谣啊 就是如谣官谣歌谣军谣的这个 他都有各种问题啊 比如有的是窑址 没有发现 有的是烧造年代 存有争议啊 但是这里呢 最没有争议的呢 就是定谣 因为定谣的窑址和烧造年代 这两项都不存争议 定谣的窑址在哪呢 在今天的河北曲阳啊 河北曲阳的临山镇 就是河北曲阳呢 是这个石刻啊 石刻家乡也是那儿啊 因为曲阳呢 在唐代的时候 在五代的时候 北宋时候属于定州管理 所以就叫定谣 我们古代的 唐宋时期的谣口 一般都以州计啊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定谣 可以全称为定州谣 比如要州谣 这直接就全称啊 比如越谣 也可以称之为越州谣 行谣也可以称之为行州谣 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定谣 它稍早一开始 它肯定是在唐代后期啊 然后经过五代到本宋 达到一个繁荣 元以后就逐渐逐渐 这个衰落了 为什么衰落呢 是因为景格阵起来了 高领土的使用时 其他瓷器都衰落 那从时间这个角度上讲呢 定谣比其他 这个我们说的四大名谣 乳光歌军呢都早 他是个老大 定谣烧造的品种 不简简单单的就是白瓷 其他的你比如黑的呀 这个棕红色的呀 花的呀都烧 那么乳谣 官谣歌谣军谣的基本都是定型的 因为它 他们都属于清瓷系 而定谣是白瓷系 那么白瓷是中国陶瓷史上 它有重大的进步 这个把瓷器烧白了 我说过是我们的先人追求 这个陶瓷成就的第一目标 那么唐代的时候呢 行谣啊 行谣烧白瓷嘛 我们说南清北白嘛 北边的白瓷就是由行谣烧制的 它风靡天下 那么定谣呢 实际上是受行谣的影响 因为他们俩都在河北烧制嘛 两个地道的窑址相距呢 不足这个200公里 所以呢 有一路 这个白瓷啊 就是尤其五代时期的白瓷呢 它行定不分 它为什么会行定不分呢 就是你知道它都是白瓷啊 你要是外行人看出 这俩没啥区别 但是内行人能看得很清楚 行谣的特征和定谣的特征 但是有一路的瓷器呢 它行谣和定谣的特征 都肩货有一点 所以即便最有名的专家 判断起来也有难度 由于白瓷的科技含量高啊 它科技含量高 主要是它的视觉感受很好 我们今天啊 常年呢都拿白瓷碗吃饭 你没什么感觉 可是我让你常年呢 拿一个黑碗吃饭 你再拿白瓷的时候 你就有感觉了 那么定谣就是五代和北宋 初年北方最重要的谣场 是最高级的 等级最高的 那么后来呢 由于这个定谣的这个地位 不可撼动的这个地位呢 那么各种啊 定谣就出来了 比如呢 这个有南定啊 有粉定啊 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土谣场那种 要我们说的不是定谣 就是比如瓷州谣也烧白碗 当然耀州也有白瓷啊 都有 南定呢是指啊 长江以南 南方人仿造的定谣 这里比较多的 有景德镇的这个 坊的啊 有安徽的樊场鸟等等 这些都有坊 白瓷的出现 它就尽可能烧白 它不是不能把它 烧成那种影青色 它是要把它烧白 因为白瓷贵 其实啊 这个白瓷青瓷黑瓷啊 就各种带有颜色 我讲过 它都是 这个金属为橙色剂 这个白瓷青瓷黑瓷里 都含有铁 只是成分不一样 那么白瓷里只是让瓷土和 鱿料中的这个铁的含量 一定要降到1%以下 你注意看 行谣 行谣的肌肉厚的地方都闪青 那就是因为里头 还有微量的铁 那么青瓷一般情况是在 3%啊 到1%之间啊 含量越高 颜色越深 那么黑瓷 就是高达8%的含铁量 那就变成黑色了 所以就简单的说 这个这些瓷器都是跟铁有关 因为铁是一个非常普遍的 一个金属元素啊 我们到南方就更普遍 你到南方看 那土地都是红的 它为什么红啊 这里头含铁 那定谣呢 它真的它除了烧这白瓷以外 它还烧黑瓷 烧酱油的 烧绿油等等品种比较少 那么黑油和酱油呢 文献中都有记载啊 那个记载都很清楚 比如叫黑定墨定 黑和墨是一个色嘛 比如有红定紫定 这个红定和紫定 一般来说都指那种 带有降红色的颜色 但有人认为那个紫定呢 还就真是紫色的 你甭管它是什么定啊 就是带有各种颜色 古董成书最早的 我们讲过一本书叫 《格古妖论》 是红武21年明初 这个曹昭写的 那曹昭呢 他是原末明初的人 他记载了很多东西 跟元朝有关 他说有紫定 色紫有墨定 这个色黑如漆 土俱白 其价高于白定 俱出定州 他说得很清楚 说这紫定墨定呢 甭管它啥啥 它的胎土都是白的 它价钱呢 在那个时候啊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价钱已经比一般的白定呢 要高 他说了这个俱出定州 就这意思 其实啊 并不是到了明代啊 紫定墨定呢 才名贵啊 其实在宋代的时候 就比较名贵了 因为北宋有个人 叫邵伯温 他在邵氏文件录中呢 有记载 因为北宋的人 记载北宋的事 就比较真实 他说当时呢 宋仁宗啊 仁宗就是 黎毛焕太子里的 那宋仁宋代 第四个皇帝啊 那么宋仁宗呢 他在宋代皇帝里 是非常简朴的啊 他有一次上 他那个宠妃啊 张贵妃那里呢 他就看到一个定州 红瓷器 他就问 说这东西你哪来的呀 妃子就跟他说 是一个叫 王拱臣的大臣送的 皇上就有点不高兴了 就说他说 我经常跟你说 不要接受那大臣的馈赠 你知道他为什么 他送你啊 他不是讨好你 他讨好我啊 说你怎么 我说你不听啊 随手就拿那个祝福 就把这个瓷器给打碎了 你看啊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啊 当时他把这个东西打碎 那肯定贵妃 你什么妃 你这会儿也害怕 对不对 那么 他打碎 他并 皇上打碎这件瓷器 并不是不心疼这个瓷器 而是警告他 所以呢 张贵妃就非常愧疚 宋仁宗呢 就尽管他 特别宠爱这个张贵妃 但是对他的要求 还是很严的 皇上要求的严格 一定是从我做起 肯定不是从别人做起 那这从侧面提示了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红定 红定啊 也就是有人说是子定啊 说在当时就比较贵 不太好烧 要不然皇上犯不着 着急上火 跟他发这么大脾气啊 因为这段记载 是北宋人的记载 相对来说就比较真实可信 那我们看定谣啊 说定谣就是一白瓷 它有什么装饰啊 它除了颜色白以外呢 它有装饰啊 我们说的五官歌君啊 这四个著名的谣口呢 它都是以右色取胜啊 以右色取悦社会 定谣不仅仅是以右色 它还有文士 所以它有刻花花 还有印花等等 那么定谣早期的工具中呢 最早啊 你注意看五代时期的定谣 它有凸起的花 这东西叫浮雕 它为什么是浮雕呢 就我想它跟当时 曲阳的地区的这个石雕 是相互之间是有影响的 因为曲阳产这个汉白玉啊 我们天安门广场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那个汉白玉 都是来自于曲阳 工匠也是来自于这个曲阳的 那么定谣的文士呢 最初呢 它作为表现形式 它直接原因呢 是它的右面非常薄 你知道这右面一薄呀 它在哪儿的覆盖都差不多 所以它的文样就比较容易表现 那有的 你像君谣它就厚 它在拐弯抹角的地方 它会堆积右 那你一雕刻那文士都看不见 所以这个君谣基本上不雕 除了元朝人 有时候笨不垃圾的雕几刀 它一般它都不雕 所以定谣不仅仅有它右色之美 它有它的文士之美 那么到了这个宋代后期啊 尤其到了今代的时候呢 由于定谣这个需求量大 大幅度提高产量的时候呢 它用的就是这个磨印技术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啊 定谣的产地啊 烧造时间产品都非常清晰 是吧 都非常清晰啊 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解的事 其实呢 一样 就是历史老有谜团啊 我们就老说这历史的谜团 你解解不清 我们试图把它说清楚 那么定谣上呢 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 跟其他谣口啊 它有大量的 上面刻有刻画的文字 你像五官歌啊 五谣我们讲过啊 除了个别的奉化什么 是事先刻的 大部分上面的字都是后刻的 君谣那个 很多一二三四的数码也是后刻的 它内容都比较简单啊 歌谣很少有刻 你再有什么官谣歌谣 那刻的字都是前隆前间刻的 那都不算 只有定谣上面经常刻字 刻什么呢 比如有上时局上要局 这个上时局上要局 是属于当时宋代皇宫里的 六上局之一 这个宋史中呢 有明确的记载 他说樊总六局 约上时长上修之事 约上要长和计后 诊后之事 什么意思呢 就上时局就管你吃饭膳食 上要局就是 说白了就是管你的药 管管治病的这事 你比如我们前一年啊 看韩国的那个历史的这个电视剧 比如这个当时影响最大的那个 我还看了几眼呢 大肠金 大肠金的女演员还真的是 就是挺漂亮的啊 那里的到处都是什么 上宫 比如韩上宫啊 崔上宫啊 崔上宫好像是一个比较恶的人 是吧 那么上时局上要局的这个 对应的就是这上宫啊 他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植物啊 那么定谣的白词里 当时专门为这个宫廷啊 这个御膳和用药呢 定烧的这个瓷器直接就写上 就直接用戏的这个利器 在上面刻上了这些字啊 就上时局上要局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那么看到的还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写官款 就写一官字 还有写新官的啊 这我都有写官字写新官的 那么大部分人会解释说 这就是官瑶啊 说当年呢我们说那个唐代官瑶 写一迎字啊 白宝大迎库啊 说这个宋代官瑶就写一官 还有写新官 那么这事就有点问题啊 有人说这个是是地方官瑶 什么叫地方官瑶啊 有人还说这是官样啊 其实他这个官字啊 没有你那么明确 这个后代的概念 我们一时说一时的事 看历史就是这样 你别拿今天的事说历史 你也别拿清朝的事说明朝 拿明朝的事说宋朝 明清两代官瑶底下写款 主要是写年款 对吧 大明宣德年制 大明成化年制 大清康熙年制 大清乾隆年制 他都是这个写的年号款 那写一官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官跟民是相对的 他为什么不在上面写一民 他写一官呢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呢 这个官是公的意思 公家的意思 我们前些年啊 起码在我年轻的年月里 你走到全国各地 任何县城招待所里 它上面都写公用 单位的暖壶上写成公用 这实际上就是这官的理解 就是官方的 公用的 跟官瑶没关系 所以你今天再看了大量的 这个刻有官字的官款啊 比如写新官 那新官啥意思 是吧 新官肯定 那你要说这个官瑶 是个新官瑶吗 也不是 它也是一百万 那么这个新官的解释 就比较模糊 我们到今天没有特别 有力的解释 属有新官的词器 大概和属有官字的 这个词器比较起来 可能不足百分之一 应该是不足百分之一 很少 那有的呢 这个词器中就写着有啊 比如写定州公用 那这写得很清楚嘛 公用嘛 就是定州府啊 大家公用的 这种这个在戴云博物馆里 就有这样的词器收藏 那么你知道中国古代是这样 在官方系统中 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呢 就是驿站 过去为官方送信的 送物的啊 现在就像是物流吧 那么驿站全是官方系统啊 它在这个官方系统中 使用的东西 跟宫廷无关 跟官方有关 所以这个官就是官方的意思 官方的东西 官方系统是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官方系统很庞大 古代的官方系统也很很庞大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你就明白 为什么官字的那个词器特别多 是吧 那么这些年啊 就是出土的这个官字的词器比较多 有那个整批出土的啊 整批出土带有官字的 比如西安啊 西安在前一年出土了一批几十件 西安郊区 那上面大量的带有官字 还有写新官的 这种 这种词器整批的出土呢 也表明当时这批东西的重要性啊 比如当时人为什么要这种买 我们讲过这种叫教藏啊 不是那种陪葬的啊 往往是在一个大坛子里啊 这种我都见过啊 不止一次的见过 就是一个土坛子 坛子不怎么遮 也是那个时代的 里头装满了瓷器 有机会到陕西省 这个历史博物馆去看啊 陕西省历史博物院啊 去看看他那个何家尊出租那俩的 那俩大坛子里装上千件东西 你都觉得不可能装进去 他就装进去了 所以古代这种教藏一旦发现 都是数量巨大 而且往往质量很好 那么 邓阳中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啊 这个问题也是个历史问题 定器有盲不堪用 所以呢 历史很多文言线就说这句话 南宋啊 大诗人陆游 陆游除了写诗啊 一辈子写了快一万首诗啊 他还写过老学安笔记 老学安笔记呢 陆游因为他不是专业学者 但是以他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 他记录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啊 比如他说 故都时定器不入尽中 唯用乳气以定器有盲也 他道听途说 他就说啊 故都是指北宋 他们那时候都南宋了吗 他说北宋当时宫廷里呢 不使用这白词啊 只用这个乳窑啊 所以是因为定器有盲 他这话呢 肯定是他听说的啊 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 这个乳窑的数量和包括出土的数量啊 没有多少 北宋150年的历史上 不可能不使用白词 光使用乳窑 这是不可能的 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那么就 他在北宋末年的时候 由于徽宗呢 推上推宠清词 所以呢 就是使用乳窑气定啊 就气定用乳 这是有记载的 当时因为定器有盲 这是有明确记载 南宋的人呢 我觉得都是听说的 你比如顾文健的复宣杂录啊 叶枕的坦摘彼衡中 都有这个说法 都说的 其实都是互相抄来抄去 他说本朝以定州白词 有盲不堪用 随命辱州造清谣起 故河北唐邓耀州西有之 辱谣为魁 这句话 所有搞陶瓷研究的人都抄来抄去 他说本州啊 其实这个他们都没说清楚 因为他说的 他就是凭感觉说嘛 他说定 本朝以定州白词记 有盲不堪用 先说有盲是什么呢 那 大部分书上的解释 就说这盲呢 是口上 没有用 是色的 所以这叫盲 为什么是色的呢 是他因为要复烧 就倒过来烧 他为什么要倒过来烧呢 是因为倒过来烧省炉堂 你这搞专业的 一下就明白 他一个扣一个 在这么大一个空间里 烧十个八个都烧了 你要正着烧 顶多烧撒 那么大量的能源是浪费的 所以烧起来就贵 所以他复烧 那复烧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瓷器烧的时候 又是粘的啊 这个一凉下来 就粘在窑具上了 就废了 所以他就底部不上釉 就口上不上釉 他扣着嘛 这个口就算底下了 那正着烧 底足就是底足 那扣着烧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口上是色的啊 他就要香制金属口 宋代特别新这个啊 香金口的 香银口的 香铜口的 主要是香银口 为什么香银口 银口又好香又便宜 金口好香太贵了啊 铜口呢 不好香太硬啊 铜口再说也容易生锈 那么这个盲呢 就被各种书上去解释为 这盲就是色圈啊 这口上有一色口 叫盲 说有盲不堪用 随命鲁舟 造轻辞 那这皇上有点笨 皇上就说如果他嫌这口上是个色圈很麻烦 那他直接命令这个窑厂说你给我挣着烧就完了 皇上他不计成本 你这一个瞎剥里烧一个就烧一个了 那怎么着 那我不怕贵啊 我为什么要变一个颜色呢 这句话本意是这样的啊 你去查中国最重要的所有的字典上 这个盲字啊 并没有盲口色口的解释 这都是后来专业人士的解释 他只有一个词 就是光芒 或类似光芒的东西 比如我们说麦芒 针尖对麦芒 那芒不是有芒刺吗 它就像光芒一样 那么光芒是什么意思呢 是刺眼 宋代到了徽宗的时候 他喜欢道教 喜欢写清词 跟上苍沟通 喜欢清颜色的词器 然后他就觉得这白词呢 刺眼了 如果古籍上说 这个因白词啊 有芒不堪用 变成因白词刺眼不堪用 随命汝州造清词 这话就没有奇异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可是他说了有芒啊 古文献中 因为古文字中的理解 往往是多异的 就看你前后 前后左右 能不能弄通 所以我就一直认为 我说过多次 我认为这个定器有芒 这个意思就是 就是说他白色的 比较刺眼 对于新道教的徽宗皇帝 就不喜欢了 所以才命汝州开始烧清词 他为什么命汝州烧清词呢 是因为汝州当时可以烧清词 河南地区的河南清词 非常有名 我们以前也讲过 比如前些年都不懂的 河南清词东沟谣 就是军谣的一种 完全烧的是绿色的 过去说这就叫绿军 其实就是河南清词 这是我们说定谣的这个谜团 还有一个谜团 它其实也是从文献中来的 它文献中来的就是 它怎么说的呢 它说这个定舟花词 灼红玉 定舟花词灼红玉 是什么意思 那么有学者就解释说 定舟花词灼红玉 就是红定带花纹的 有没有红定带花纹的 有 这个上面带有刻花 但是你知道 定谣刻花表现最好的 一定是白词 一加颜色它文饰就不那么清 因为所有颜色柚 带有你不管是将柚还是黑柚 就是所谓墨定还是紫定 它的柚都厚 它的覆盖都比较好 它柚厚覆盖一好 那你的文饰就看不清楚 那么将柚中 将柚也叫红定 就有苗金的 有人说这定舟花词 这个灼红玉呢 说的就是这个苗金的 那这个苗金的这个事啊 其实呢 不多啊 就是 现在能查的唯一 大家举的例子都是日本收藏的 那个 东京国立博物馆吧 收藏的那个那件 就算是紫定苗金 那么现在能查起来的这东西 超不过十件啊 就是红定苗金的啊 定谣苗金的有 这我见过 而且我私下见过很多残器啊 都都有了 但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呢 是在很多书上都使用过 作为资料的 我们国家也有一件啊 那你想 现在只有两件 这书太少了 那么 这个到底当时 苏东坡 是怎么 去琢磨的 这个写的这个 这首诗啊 这诗呢 既不是词也不是诗 它是一种杂诗啊 就是当时故意心情不好 这诗呢 有比较 这个 悔涩啊 其实也不太悔涩 你仔细琢磨 怎么还能琢磨懂 就这诗不怎么流行吧 他说的是个喝茶的事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个诗的上下文都联系起来 我们逐渐逐渐呢 就可能能理清楚这个谜团 到底有没有红色的定州词 古人对红色的词器的感受呢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真正意义烧到了 红色的词器呢 是从原以后 到完美的通红的一件词器 那是明代啊 永轩以后 到了清代康云前三朝 才能游刃有余的烧造红瓷器 宋代是没有红的 所以宋代说红 都是棕红色 比如耀州词里 有一种词叫红耀州 比如我们的这种 降幼的定谣呢 都叫子定 偶尔啊 也听人说过红定 那都是现在人的说法 孙波这个诗呢 他的名字叫 《诗院监察》 那说得很清楚啊 《诗院监察》 他是个杂言师啊 我们都很清楚 宋代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喝茶的方法 过程非常复杂 所以他叫监察 他这首诗写于 北宋西宁五年 就是公元1072年 他当时在杭州 任通判 苏东坡这一生中呢 按照我们现在说法 也算他颠沛流离 哪都待过啊 所以呢 黄州呢 写个猪肉啊 到杭州呢 写个监察 就是到哪儿 日子过得很好 心胸很宽 所以他是个胖子 我们都可以治愫 我们都可以治愈的 用不出的 我 谢谢大家